赶在台风来之前抢收小玉西瓜的寿风香果农 他们的西瓜只采收一半而已 目前还有15000颗大西瓜还没有成熟 一大早西瓜中盘商就特别来到西瓜园巡视 担心西瓜园是否会遭台风的侵袭 会影响到5天之后要采收的大西瓜品质 凤林景分局经营眼小组调阅相关的道路监视器 发现召窃的车辆沿着台11柄转入花193线 继续南下凤林景分局成立专案小组7人 分成3组进行围捕拦截 在凤林阵容开路查获酌性嫌犯驾驶该车 并一切到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在早上80起发现召窃 警方过报后立即启动阴言小组 经调阅相关路口监视器发现 该车于2日下午15时51分 沿着台11柄转入花莲193线继续南下 本分级专业小组分成3组为捕拦截 于2日16时起 弃获酌性犯嫌及招窃车辆 并在身上挤出大量机机车钥匙 经警方调查 酌嫌犯案手法均持自备钥匙 趁被害人等将器机车停放路边 疏于抗管之际行窃得逞 有事实主任该犯险仍有反复实行窃盗指引 前案一窃盗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该嫌犯曾涉及多项的窃盗案件 出狱期间居入定所行踪不定 凤梨警分局表示 在台风前夕 警方的工作未停歇 坚守岗位以确保社区的安宁 记者临结 凤梨正采访报道